今天教一下大家如何吃猫股肝摆脱籽的困扰 大家都知道猫股肝的籽是比较多的吃起来了 不是这么过瘾吗 咱们第一步呢 把这个猫股肝的果皮包 猫股肝的果皮呢 一定要从火化这个地方包 千万不要从肚脐这个地方包 手折的话会非常的难包 包皮 像我这样子包皮的话是非常好包的 包完果皮呢 咱们准备一个盘子 我这边没有盘子的这种碗代替 然后咱们用小刀 这样子一块一块的 一圈一根的把果肉给它剔下来 如果剔到籽呢 就稍稍避让一下 不要给它硬钢 我们把这一圈果肉剔完以后呢 两端的果肉还可以剔啊 它的籽呢集中在中间这一部分 面积非常的小 然后剩下这一块呢 几乎是半磨的籽 咱们直接说完随分就听见了 真的有点多啊 剔在碗里这一部分果肉呢 咱们用叉子叉着吃 没有半磨没有籽 而且呢非常的化炸 满口包汁感觉非常的爽 学会的朋友帮我给个小朋友 支持一下啊 谢谢 谢谢儿了 谢谢儿鸟 谢谢儿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